二十件 让家里变宽敞的上墙神器 好多你可能没见过 第二十名 每次洗澡放衣服都是一个大问题 老婆就入手了这个壁画收纳箱 轻轻一拉就变成一个小柜子 洗澡的时候衣服放在里面还可以防水防尘 完全不怕打湿 关键承重力很强 不用的时候直接抽到就是衣服壁画 第十九名 我也是看了邻居家才知道有这个 以前我们家洗手台堆满了小物件 还不好做卫生 这个收纳盒就不错 洗手池上的牙膏 牙刷都能放里面 底部绿水保湿干燥 十八名 现在我们家到处都有手 充完垫可以让他帮你拿数据线 搞学习可以让他拿笔 睡觉可以让他拿眼镜 出门回来可以让他拿钥匙和口罩 想让他拿什么都可以 非常好用 第十七名 这个小东西看着不起眼 但你家绝对用得到 只需要把它贴在小家垫上面 再把线整理好就固定住了 这样收纳干净整洁 下次再用也方便 还可以粘在床头 用完的充电线也不怕乱跑了 第十六名 每次朋友来家里吃饭 都会顺走我两个这样的小挂钩 常用的小家垫插头拔下来都是这样乱放 这个小挂钩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被交易丝直接贴在插口旁边的位置 插头用完了拔下来直接挂在上面 常用小家垫插座的位置一定要有一个 这样插头就不会乱放了 一套里面四个装 每个颜色都好看 第十五名 很多家庭喜欢把拖鞋堆在浴室 不仅容易积水 打扫卫生还要磨来挪去 这个就挺方便 拖鞋放上去不占空间 鞋底不会仓屋耐垢 通风又沥水 打扫卫生也方便多了 用完的拖鞋挂上面整齐又没关 第十四名 这个东西叫插板固定器 用途很广泛 把它贴在床头 另一面贴在插板上 这样就能轻松固定 家里的路由器 纸巾盒 垃圾桶都能挂墙放置 就连平时找不到的遥控器也能轻松收纳 第十三名 每次家里来客人都会问我 这个取杯器在哪买的 以前总是要到处找纸杯 这个就挺方便 挂在墙上就行 拿取纸杯很顺手 顶部有隔层 可以放充泡的茶叶 冰箱上放一个 再也不担心找不到纸杯了 第十二名 你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筷子筒 不仅不卫生 还容易滋生细菌 现在的人都用这种消毒筷子筒 免打孔安装 把洗完的筷子调跟刀叉放进去 一键启动消毒杀菌 底部还带有沥水栏 第十一名 这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能救命 卫生间的插座一不小心就打湿了 撕下它的保护膜 然后贴在插座上 既美观又被影响使用 而且特别的防水 建议每个家庭都要用 第十名 卫生间的垃圾桶一定要挂在墙上 这样打扫卫生就能直接用水冲 最好还要有盖子 可以避免干大纸巾减少异尾 要是还能直接挂在柜门上 那就太棒了 这样灶台上的垃圾就能直接入桶 站着就能摘菜和削皮 扔水池里的垃圾 也不会滴水滴到地面 第九名 这东西叫免定贴 新装修房子 舍不得打孔的可以将它贴在墙上 不仅可以挂装式化 就连卫生间的置物架都可以不打孔上墙了 自带罗帽 承重效果好 第八名 现在的人可太聪明了 发明了这么好用的网格双面胶 以前的双面胶扣不下来 还残留痕迹 这种双面胶里面有网格纤维的设计 轻松就能撕下来 用它来固定家里的地垫 撕下来也不会残留胶印 家里的挂画 奖状 排插 路由器都可以用它 第七名 很多人不知道 在花洒上套一个吸盘 任何位置都可以快速的固定住花洒 吸附得非常牢固 这样不管是洗衣服 洗脚还是给小朋友洗澡都太方便了 第六名 这个东西叫子母扣 用途非常广泛 常用的东西 挂在墙上节省空间 好拿还好放 撕开背胶 母扣贴在想要的位置 子扣贴在插板上 卡扣很牢固 这下瓶瓶罐罐 花花草草也能上墙了 第五名 家里有卫生间的 门后面一定要踢几个这种可爱的拖把夹 这样拖把扫把就可以挂上墙了 第四名 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洗漱杯 杯子竟然是倒着放的 底部有卡扣 这样杯子不积水 不滋生细菌 杯架上还能放牙膏 牙刷 这下台面都变得整齐多了 第三名 每次用完的盆子都不好收纳 放地下或者是放柜子都不方便 分享一个免打孔小挂钩 盆子挂起来通风又沥水 用完伸手就能收纳起来 打扫卫生也方便 也可以贴在厨房收纳过几 挂在墙壁 节省空间 第二名 我也是在电视上看到有这种东西 用完的洗洁精堆放在水池旁边 每次做卫生都很麻烦 这个就挺方便 卡扣大小可以调整很牢固 清理台面也方便了许多 就连洗发水和沐浴露也可以挂起来 再也不用堆在地上了 第一名 家里穿袜子的 一定安排两个这种衣架 可以装到卫生间阳台晒袜子 真的是绝配 下面有很多小夹子 家里的袜子呀 鞋带都可以挂上去晒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 不占地方有好用